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爱情与婚姻的迷雾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播开爱情与婚姻的迷雾 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是 找一个爱你的还是你爱的 关于这个问题 已经在社会上被探讨了无数次 曾经有一位被爱受过伤的女生告诉我 她说我要找一个真心爱我的人 而不是我爱的人 因为找一个我爱的人 我会爱得很辛苦 也会爱得很痛苦 这个女生啊 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 她一直在追求一份很沉醉的爱 她说她会为她所爱的人付出一切 我很佩服她的坚定和勇敢 前几年 她找到了她的真爱 她全情而忘我的头颅 与毫无怨言的不断的付出 她学会了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 为了这个男性 她学会了做饭烧菜 她会跑到很远的地方 为心爱的人买一件她最喜欢的礼物 她会在她生病的时候 一直守候在床前 但是她的这位男友 只是在享受这份爱 她的这位男友 没有被感动 她最终得到的结果是 她最爱的人 很快又交了一个女朋友 并对她说 我并没有爱过你 这位女生伤心欲击 她爱错了人 所以她对我说 还是找一个真心爱自己的吧 否则你会爱得很辛苦 也会很痛苦 但是另一个已结婚的女性告诉我 她说以后一定要找一个 我爱的人 她说当初 她被父母逼得 嫁给了一个自己毫无感觉的人 婚后的生活 了无甚趣 两个人经常吵架 要不是为了孩子 她说我早就想离婚了 这位女性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这是她爱上的人 用她父母的话来说的 就是门不当户部队 她聪明漂亮 有一份稳定 而高薪的工作 而她喜欢的 却是一个家境平行 收入不高 工作不稳定的人 如果要说出她的优点的话 也就是帅气的外表 和善解人意的心 但是她们的关系 遭到了女性父母的坚决反对 开始 她也会奋力挣扎 不吃不喝 以泪洗面 但终究她妥协了 嫁给了一个 一直爱着自己 并且家境也很不错的男人 只是 这种婚姻的走向有两个结果 幸福与不幸福 而最终的结果是 婚后 她们没有培养错感情 长期处在不幸福的状态 所以她说 以后一定要找一个我爱的 这两个案例 对到底是选择我爱的 还是爱我的 做出了完全对立的结论 而且都有充分的理由 在这个世界上 谁能真正了解自己 谁又真的问过自己 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爱我的人 还是我爱的呢 如果你这样想 这就是你永远解不开的两难命题 非此结彼的选择 永远不会是正确的答案 单向的爱 总是不幸福的 爱的付出 或许可以享受 神魂颠倒的恋爱的职位 却又会深受求自不得 辗转反侧的责母 被人爱 被人爱或使一副百落 被视入珍宝 却无法真正领略爱情的甜蜜 只有我爱的人同时也爱我 才是真正的爱情 而现实中 两情相悦的恋情很难找 但正因为如此 才值得人们坚真执着 勇敢地等待与追求 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另一个是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 恋爱和婚姻也是如此 你爱的人 他不一定爱你 这因为你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也不是他不可缺少的一个人 你选择了他 但他不一定会选择你 仅是一向情愿的爱情 如果他是爱你的人 你不喜欢他 却要与他同床共鸣 你也无法接受 所以我觉得 这种非此结彼的选择题 无论如何选择 都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这样的单向选择题 只有在判断某人 在爱与被爱的需求上 哪一种需求更强烈 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做过一个课堂调查 你希望找一个爱你的 还是你爱的 结果我发现 大多数女生选择爱我的 这表明 女生有强烈的被爱的需求 而男生大多数选择 我爱的 我爱的 这表明男生有强烈的爱的需求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女生没有爱的需求 男生没有被爱的需求 只是男女之间 只是男女之间在爱与被爱的需求方面的 需求强度有差别 我也问过 我也问过 选择被爱的女生 为什么你会选择爱你的呢 他们说 其中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男生越是爱你 你就会有安全感 而你越是爱他 你爱他胜过他爱你 你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 而这种不安全感 会导致对对方的猜忌 猜忌又会导致关系的紧张 这样就会恶性循环 也有一些所谓的知心大姐 往往为青年女性传授经验 说什么 一定要和自己爱的人谈一次恋爱 一定要和爱自己的人结婚 自己爱的人就算不爱自己 但是你总想为他付出 和他爱一次 然后把他放在心里 不要忘记他 那是你人生永远的记忆 你不会遗憾 即使日后嫁给他人 也没有遗憾了 嫁给一个爱自己的人 就算你不爱他 但是日子久的话 你就会忘记 你曾经爱的那个人 而爱上这个爱你的人 从表面上看 作为自信大姐 好像很有道理 找一个我爱的人 好好爱一场 常常爱的滋味 好好享受一下爱 这辈子就算没有白过 但是要说生活和婚姻 那就必须找一个爱我的人 爱我就会疼我 我就可以一辈子生活在被爱的包围中 我可以无拘无缩地生活 找一个爱我的 对于我来说 就有了一种安全感 我不会有危机感 没有危机感就不会有痛苦 我认为 这位自信大姐 真的是很害的 这是一种毒鸡汤 他要叫一个陷入爱情的女生 从秦广中拔出来 去找一位他并不爱的 而对方却很爱他的男生 共度一生 这种爱情观 最终必然会导致双方的痛苦 而不是幸福 对一位女性来讲 她只给了她的丈夫躯体 而没有给她灵活 灵与肉的分离将是如何的痛苦 而对于她的丈夫来讲 当她最终得到的是对方的肉体 而不是包括精神在内的全部 这对她来说公平 当她得知 她最终没有得到妻子的全部 她不会感到愤怒吗? 事实上 爱与被爱两者都不能缺少 我无法想象一个女性 如何能与一个没有感情的男性生活一辈子 这个男性则是她初恋的替代品 这里有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一般来说 男性在婚前与婚后会出现较大的反差 他在婚前热烈的爱情表达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性爱的冲动 婚后这种冲动会慢慢减退 从而在爱的表达上趋于冷淡 而女性本身对她的爱不是很深 又加上对方爱的表达趋于冷淡 那么今后她们靠什么来维持双方的关系呢? 最后只能靠习惯来维持 这正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模式 而这对于90后这样一个新型的女性群体 是不能忍受的 另一方面 找一个爱的男性去好好地爱一场 然后忘却她 那就更不可能 她能忘却吗? 特别是她是那么的爱这个男生 哪一个女性能做到淋与肉的分离呢? 那么这套选择题应当如何选择呢? 我告诉你 找一个你爱的 还是爱你的这样的问题 它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因为这个选择题隐含了这样两个决端的选择 且找一个他爱我而我不爱他的 与我爱他而他不爱我的选择 我认为这个选择在恋爱对象的选择上是无意义的 因为并不存在这两个阶段 即我爱他他不爱我 或者我不爱他他爱我 在现实中 则存在两人爱的不均等和不平衡现象 在现实中 我们看到的是 有的男性更爱女性一点 或者某些女性更爱男性一点 所以这个选择在这点上是无意义的 当然有人就要问 那么这个选择题有着其他的意义吗? 我认为有着其他的意义 这个选择题可以了解男生和女生目前更注重爱与被爱的哪一个方面 根据我的调查 我认为 我认为 对于女性来说 找一个她很爱你 你也对她有感情的男生是娇和射的 她的爱胜过你 你就会有一种安全感 你对她也有感情 你就能接受她的爱 这样的结果 相对来讲 还是较美满的 至少是 比前面两个 决单的选择 要完美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